我们今天还是走走我们的那个routine 谢谢那个Alice,你给我的建议,我看Alice在线上吧 在线上,谢谢你给我的建议 我们今天,我们这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求职计 然后这两三两个星期基本上都是,我觉得都是BA的求职 很有意思,还有一个CM Specialist Consultant的求职 我算了算,就不完全统计 因为我们有的同学会认识到我,或者我还没有拿到他的Fayback 我们大概有六七次面试,对不对 然后我们周一,我看 我们几个面试,我就算算查理那三个 是吗?不得了,三个面试都非常好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呃,我们刚才那个David在线上,他也是有一个面试 是吧?四个,然后我们的Wendy 五个面试 还有四个面试啊 忘了 还有我们那个 我们的那个金啊,一个面试,已经开,已经check reference了 是吧 虽然那个那个不是很理想 那个七万块钱是吧 不要超过七万 虽然这个这个薪酬不是很理想 但是 非常不,都非常了不起啊 都非常了不起 你想多快啊 是不是 你像那个Wendy刚才那个,刚才在之前跟我们的沟通交流 多好啊 你去面试,也是第一个面试啊 是不是 都非常成功,你们都很棒,我要向你们学习的 对不对 万一哪天我要去求职呢 是不是 到时候你们来跟我来分享你们的经验 啊 非常好 那基本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因为大家现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同学三个面试 然后呢 那个其中有一个面试跟我们另外一个同学 是一个职位 是吧 我说这个东西 你们俩谁把这个放在你们俩口袋里都是好事情 好 然后那个那个职位 然后我们那个一个同学接到那个列头应该说了 说 那我们那个同学有 我们找那个同学了 是不是 就是那我们那个同学有戏了 都是好事情是吧 但是呢我们还有这个同学另外两个职位 非常非常好 第三轮面试 第三轮面试了 然后那个 又谈到这个 你这个 就是非常棒 你来上班吧 然后12那个1月份来上班吧 然后你就等等HR吧 是不是 等HR可以联系你吧 然后你去HR谈offer吧 是吧 到这个过程了啊 这个HR因为在美国嘛 可能有一个这个life cycle 而且这个走过来是很不简单的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们这个 到时候 很棒 你这个 这种求职过程中 一步步走过来 非常非常棒 那么 就像这个位置是我们第三次面试 第三轮了嘛 是吧 前面两轮 因为那个HR都不在本地 是吧 然后都是电话面试 电话面试是比较tough 说实话 你用Skype面试 你还能看到对方 因为这个肢体语言的交流沟通 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你完全的电话 是比较tough的 说实话 不光是你觉得tough 我也觉得tough 知道吧 但是两轮都过了 而且都非常的顺畅 还有我们这些面试 基本上是BA 还有那个Skype的 Cursor的 Specialist 刚才这个是BA 然后第2轮面试 也是在Montreal 打电话过来 然后一个 那个 Manager面 也都很成功 一个老师 最近就是第3次面试 on-site面试 在多伦多了 啊 而都谈到是不是一个星期 一个月到 沃泰华去 去一次 是吧 等等等等 这个我觉得这个 离阿波很近了 要装到口袋里了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那面试是很smooth 就其实在面试过程中 到了一个状态之后 你会发现 你不一定不会有什么特别 你不会被人考的遍体鳞伤 反倒成了一个 相互之间的一个沟通交流 是不是 哎 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面试状态 是不是 我就说面试就是沟通交流 是不是 他在在一个对等的环境下 来双方达成一种共识 双方来达成一种这种这种共鸣 是不是 哎 哎这种方式 那第三次这个面试反正那个人 我们我们的同同学们说 反正现在就是从技术 这样的角度 我觉得我们都已经遥遥领先了 考不住你吧 我现在回到很多同学们跟我说 就是说觉得他们不懂 你屁你好多过说 他不太懂 不太懂 是因为你不是他们不太懂 是因为你懂得太多了 是吧 哎这个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我们 我觉得这个离阿波非常非常近了 是不是然后那个等了 还差 来来来把他拿下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那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同事同一个offer 同一个同一个position 同学去谈了一下 我觉得 都都谈得不错 是不是 都谈得很好 然后那个 这是一个应该是 CM Specialist Consultant的一个位置 是三个月到半年的一个contract 那刚才谈到的是Permit job 对吧 那这个这个我觉得 我认为啊 因为现在那个已经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信息发生了 所以说走到offer 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到我们口袋里了 到我们同学口袋里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有一点 什么事都有可能有意外 是不是 哎我们把自己做到最好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非常positive 去面临它就行了 这是一个 一个过程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我可能在我们在线上也在沟通 线上有些同学们都知道了 我们 做得非常好 我们这个东西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个 第一个面试 是吧 然后那个 我觉得那个猎头啊 就那上次我们在批判那个猎头 是不是 说那个猎头上来就非常grassy 我然后问一些非常 非常不足边界的问题 然后说 非常challenge你 问你这个你百分之多少match 是吧 那 你做90% 现在当然 那个 但是后来这个又去见那个猎头公司的director 对吧 又是议论的折腾 实际上后来我说他是在 在bill你呢 他是在train你呢 他是在帮你呢 了解吧 他要把你送到custom那 他是帮你re hustle呢 所以说 他们还是要值得感激的 对不对 但是你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要不然他不会费这么大劲 是不是他一下就把你扔到 要是你没有价值扔到垃圾桶了 是吧 不要你了 他费了这么大劲 他有多大的effort 是不是还趁你来趁你来趁你 然后把你送到custom那 然后呢 那你想想吧 你经过这样的train 这样的 经过了这样的跌档 你到custom就非常顺 谈了一个半小时 哎呦我觉得你这个 谈得非常经典 哎呀这个 谈到这个各个cm系统的解决方案 谈到testing 在这个BA在testing里面 整个的一个过程 谈到了对项目谈得非常非常的细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细致 然后那个 还有很多hypothetic的问题 包括其中一个hypothetic的问题 就是问如果系统当机了怎么办 是不是 其实我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列出来 你们大家想想怎么办 系统当机了怎么办 什么配合 什么配合 已经当机了怎么办 对他已经系统当机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也在想 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你说怎么办 我首先让他赶快恢复 我没有别想 他当机要赶快起来 是吧 不要支持你的业务 他哪怕慢一点 然后恢复完之后 你是不是要赶快car一下 哎呦抱歉 这个机子当了 不要让你的customer喊起来 是吧跑到老大那人 捅你一楼子 不影响你的performance 是吧 然后呢 就当机了 你不让他 你发生了一次 不能让他再发生第二次 是不是 你得找原因 找根源 是吧 找根源解决他 你找不到根源怎么办 你得有发问措施 找到根源了 你解决他是吧 怎么解决他 调动资源 你在写你的specification 等等 找不到根源怎么办 对不对 找不到根源怎么办 大家 所以这都是在职场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找个根源 也得有一些workaround 对不对 比如这次你恢复起来 花了半小时 太长了 是吧 下次你能不能花10分钟 是不是 然后这次 对业务的影响是这么大 下次这种情况下 我那么业务影响的小一点 我是不是有个plan 有个short term plan 有long term plan 这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跟对方沟通交流的一个过程 其实对方也没解 对不对 因为你像这种当机这种事情 都可能发生 是不是 你再牛逼YouTube 他也可能当机 是不是 所以说 像这种过程中 这是一个communication的一个过程 是吧 我们还问到了一些开发的一些 一些知识体系包括flow Plugin 你想想 你想想 这公司想找一个超人吗 你是超人 你就是他找的那个超人 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么懂 这么懂 既懂什么SAP的CR 又懂Salesforce 又懂Dynamic CR 他因为他让他比较 他们之间的一同 我们这都有 是吧 他又让你说一下怎么migration 哎呦 这migration也是个大的topic 从2011 2013 是不是 这也是个很大的topic 你谁懂 是吧 你没有做过的谁懂 他又要问了你的plugin workflow 又问了你的很多的 hypercycled question 是不是 你想他 你就像他问你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技术体的话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不太有一个人能给你PK的 你们看到了吗 还有你有很强的background 所以这个 然后下周让去见团队了 是吧 如果我觉得不太会意外的话 这个offer也放在你的口袋里了 是吧 至于说能不能达到你的这个超过8万 再走K了 然后你那个七万八也还行吗 是吧 好了 这个职位也非常非常好 你看 这个星期大家都非常的positive 还有我们 上星期的 也是 然后已经check reference了 是不是 不要那个 但是不要是不要 是吧 因为那个工作确实给的不要 我觉得 低了点 是低了点 因为但是他他是这样的 就谈到了就是我们 我们是BA 但是他强调的这个BA可能focus在这个 那个pre-sell 知道吧 来promote他们产品的 那个其实 所以这是他的定位 所以他就说 你再来你再资深 你在你的 再资深 你在这个方面你还要build的呀 是不是 我干嘛要给你那么高的工资 但是这个 不管怎么样 人家给我们一个机会 陪我们玩嘛 对不对 面我们陪我们玩嘛 人家给你offer嘛 对不对 人家是不错 所以要不要这个位置 我们到时候再说 因为他的上限是七万块钱 是吧 我觉得是低了一点 没关系 也是个BABA的位置 BA的位置 但是他面向那个pre-sell 那样的位置 所以说他有时候是 他有的定位 他是以你的背景 来给你定你的位置的 那是他能要用到你 他需要你自身 那有的是以港 定薪的 定薪酬的 他这个岗位 他就这么高的薪酬 对不对 他没法给你再高的薪酬 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 这个面试过程度都会遇到 都会遇到 但是你看啊 我就是我发现同学都很成功 都很非常快 你知道吧 都很厉害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都都比较厉害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 一个不完全 有的同学还没有过森康 是吧 那个还没来得及森康 一个一个就是这一周 我们的一个求职的一个情况 是吧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两周多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吗 现在这个企业有的时候 他在突击的在招人 是吧那个manager要休假了 赶快招个人算 是吧 别的一下一拖 他到一月份去了 这也是一个机会 啊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周多的时间呢 哦 声音有点问题 现在好了吗 声声音现在好了吗 大家大家那个现在其他有人有问题吗 其他有人有问题吗 行那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求职的情况 然后我还是这样建议就求职我们因为对大家都有帮都有帮助 所以大家的这个经验一定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是吧 我以前我都分享过我的面试的经验 是吧 我都给大家毫不保留的分享 所以大家在这上面给大家来分享 这是最有价值的 知道吧 而且你们 那么跟我SENCUP之后我会把它累积起来 给大家来来传递的 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知识体系 一个经验经验的一个积累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 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 那个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我还是这样 我们大家互动起来 你像有些scenario啊 你们要提起来提出来 我们就好讨论 如果你不提出来 让我这样干干的唱 我就会漏掉很多东西 然后也缺少那种激情是吧 哎 这个这个大家有问题就可以来跟我讨论 好吧 那这个 我就反正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大家在求职的过程中我没有闲着 你知道吗 我的心是随着你们的心情跌宕起伏的一定是这样的 知道吗 一定我是我是给你们在一起的 了解吧 我知道你面试完了我一般不去主动的打扰你们 是吧 然后 你们自己有一个思考一个回顾和有的有的面试 你们想去分享 有的面试你们连提都不想提 没关系 所以我都不主动打扰你们 是吧 所以但是你知道我一直跟你在一起 是吧 在整个的过程中 好吧 这是我们还是走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topic 那个 第二部分 呃 我们想啊 今天我们看一下 然后那个 圣诞快来了 我们圣诞可能会停一次两次课 知道吧 你们大家要休息一下 但是在圣诞这个之前我们会把这个lif 走完 那个 那基本上我们后面有一些那个面试问题 其实 这个面试问题其实我又在想是发给你们呢 还是 还是那个什么 呃 其实现在因为我我看到之后我们的同学们面试啊 真的不太有问题了 嗯 就是在这个技术上面还真的 不太有问题了 呃多少次很长时间已经没有带来新的技术问题了 就是说在面试过程中你连一点sense都没有 连hints 就一无所知的这样的问题 几乎没有 是吧 但是那个同学们就来了 有些hypacetic的问题还是蛮复杂的 hypacetic的问题 那个其实但是这个hypacetic的问题你可以去build自己tell story 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style 讲清楚 这个也不是大问题了 这是我们所有的面试问题 我们大概有50多个面试问题 然后那个我们可能大概会过一下 在这个过的过程中 我需要大家engage一下 大家跟我来互动一下 是吧 然后那个 我我我们来谈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上面做补充 或者有些我们漏掉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想 那个 这个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开始recap第五次了 啊 我们到那个系统上去看一下 recap的过程很快 我只是给大家点击 第五次非常的这个视频非常的 枯燥和乏弱 对吗 第五次 因为那个 我我当时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啊 呃 跟我 这是我们这个是 跟我在之前的那个 课程上面我是有的调整了 那时候我把那个开发 拉的拉的两个两节课去了 知道吧 在这个在这一次我就把它开发就集中在一次了 那个对那个那个那个项目对大家非常非常有帮助了是吧 那个 呃 大家去去去 去憨葬一下 好吧 然后那个大家如果准备好了 愿意给 愿意花比如四半个小时 因为 你来展示的时候 我们就能讨论 我们就能treme in 大家就能 互动起来 就能 就能互 互动 然后呢 你在过程中 你就你就 你肯定是很有收获的 你可以把它再 再当成一个 企业里面向我们的一个交互 大家在review你的一个presentation 是吧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了 其实 对面试非常非常有好处 那我我提到这就比如刚才我们那个 那个同学啊 两个同学 去面试 在问猎头说你能不能把你以前的 一些文档带过去呢 就猎头说你见到你的custom 因为你做的很match 然后你应该里面有一些文档 你你你带上给你的custom看一看 展示一下呀 大家觉得 应该这样做吧 我觉得是非常抗威单手 所以这个这个要求 但猎头是从他的美好的愿望是吧 但是其实 其实这个是要非常慎重的 你拿到以前的公司的文档 去跟你的那个那个 现在的这个potential的雇主去谈 他一他很大情况下他有con 因为你他你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是吧 在他的下下一个不担受的雇主力 所以这个我们 那我们那个同学做得非常好 没有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们也要找到责用那种方式 我就刚才为什么谈到这个 就是我们在这个展示上 因为我们同学都在上面有有很多展示的机会 我展示大家都展示 那我们做过一个就是custom的一个解决方案 custom的解决方案 相对来说是generic 可以点 知道吧 我不 签到某个 就是特别的details的某个体业 对不对 就是generic 那 拿出来一部分 就是一些generic的东西 可以去看一看 对吧 我们打出来让他看一下 倒也没有什么 但是 如果是那个 拿着原封的 原汁原味的你的以前的文档 不make sense 这个大家要 因为你是专业的话就不会去这样做 是吧 如果对方或者是那些投资的那个问题 或者是对方那个物理开动开动 一个是就是这个可能有点concern 我有点confidential 但是我可以 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比较generic的一些文档 或者是你看我们的同学非常好 他说那要不然我到时候给他 到那可以线上给他画图 这个没问题 你知道吧 你这个架构图你画出来 你没有问题 是吧 这个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 折中的一个方式 但是你拿一个原本的文档 显然make sense 不要去让展示你以前做的code 不要展示你以前做的BI 不要展示你以前的文档 是吧 这个如果是一个公司 一个有规 有那个 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 都有concern 是吧 而且 你像像我 你比如在微软 我甚至你给我展示我都不看了 对吧 我不愿意看 我不愿意惹麻烦 你想你在我的工作 产生一下 你来到我这边是 你拿着你以前雇主的信息给我展示 是不是微软要take a risk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个 但是我们同学做的非常好 非常专业 对 那个基本上 今天这个 就到这差不多 然后我们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那个 要讨论的 包括求职面试学习 都可以在这边提出来 有一个apps 然后 往里加 apps model 是这样 这个topic非常大 apps model这个topic非常非常大 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整个以后云的开发环境都是apps model 所以你看嘛 Sharpun都是往apps model来过渡 是吧 所以这个 特别太大了 你知道吗 嗯 那是另外一个一个从开发的角度他要concy 他要关心这个就是apps model 但是对我们一般的做VAR做specialist 所以Consum 一般不会touch到 这种apps model app model的开发 他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像那个Apple Store或者这个 Code 那里面加了一个 不是 apps model我给大家花一分钟讲一下 apps model 呃就是现在基于云环境 大家知道云吗 云云 是不是对我们都是透明的 所以大家 对很多professional都是透明的 但是呢现在云呢 因为它是无线分布的 了解吧 理论上它是无线分布 但是它是分布在不同的数据中心的 比如北美中南西北 都有它的数据中心 但是你的应用 你开发出来的这个 你可以部署到任何一个数据中心 但而且 他这个model就决定了你以后开发的这种 这种application 非常非常复杂 对吗 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你可以部署在不同的信息中心嘛 他们之间都要互相的沟通交流 是吧 那如果是基于云当开发的这种模式 大家想想 web service是不是就不太够了 对吗 你web service 我们都是在程序层面的 我要discovery你的service 然后我才能拿到相应的 你的服务嘛 那云在这个层面就不够 就是太低 level太低了 是吧 所以他现在就是我现在全是 就是我干脆再抽象一层 我全是一个个app 知道吗 你比如 你可以把这个 CM 当成一个app 这个app不是我们手机上玩的那种app 他这个概念要大得多了 知道吧 CM是一个app 你可以把shampan的当成一个app 是不是 你都可以把他当成一个app 他里面app里面包裹了他的framework 他的phone 包括了各种应用 包括各种service 一个app就像你可以相当于我就是个 就是我一个个体 个体个体 是吧 那 所以说 那你这样的是不是开发起来就更方便了 你这个app 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solution 一个大的一个应用 大的一个平台 还有你这个app也可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单一的一个service 但是我们都把它叫app 但是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的方式 不一样了 不是那种web service那种沟通交流方式了 对不对 我们要用web service的时候 只有简单的传权限 但是这种app可不一样了 你比如我在欧洲有一个app 我在这边加拿大有个app 那个两个app之间要互相的沟通交流 所以说他app开发的模式就整个从验证 从授权 他都把你当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体 知道吧 所以就是一个个一群app就相当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他们之间的 一块 协同在一起工作 来产生你的 来支持你的这个 这个solution 你的service 了解我 还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都是一种app model app model就非常简单 你会发现它的开发 你把它部署到云端的任何地方 你把它部署到365上 你把它部署到比如CRM 你可以开发app 你可以把它部署到这个sharpound上面 部署上一个app 像他这个app就会handle 这个app会handle你后台的云平台 包括app跟app之间的所有的这种事情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 那你要开发这种app这种model的话 是不是整个系统要支撑他 你比如你在你的on-premise下 他就没有这种开发的 app开发这种model 了解吗 在云环境下 才有app开发这种model 叫app model 大家如果在做那个开发的时候就知道了 现在你在你比如在做sharpound的选择的时候 他就有几种选择 就是你这个host 谁来host 有可能是云host 又是你host 还是app model app model就是你就忽略到谁host 他是以app的方式来开发 是吧 这是一种 这是非常恶不忘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在现在的业界 就是在这个业界基本上 可能sharpound你就要做开发 他一般要站云端 他就有app model开发 一般现在做app开发 一般都是这种高大上企业 像微软 这种 就慢慢慢慢再往下走 再往在业界再扩 app model开发 但是实际上app model 大家这个开发用的少 但是实际上app app这个model让你开发更简化了 你会发现app model开发是更简化的一种方式 知道吧 你可能更focus在 你的这个这个业务 业务上面 但是呢他的授权认证会更复杂 所以说 我们在我在那个微软开发那个安全的平台 就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他是支持app model的 就app跟app之间 都需要授权认重 对他的token 对他加密解密 你想 他是不是很复杂呀 他是这样的 还有部署啊等等等等 所以app model 后台对app model支持的这云品还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对开发者来说 app model 让你开发的更简化了 知道吧 是这样的一种model 所以要提起这个话题 那是一个大的体系 那我们在这个上面 我们只要了解就行了 不要有什么 特别的担心的 是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线上的那个同学们 我们上面有一个面试的问题 大家分享 大家考虑一下 就是他是个wind的吧 他说他跟那个 甲方都做的时候 甲方说他的DBA不干了 嗯 那你这个wind的 给我想办法把这个问题搞定 他说 要怎么办 他提到了他 他只是说他不是来问 他说他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在讲这个问题 不过大家面试上 不过也遇到 对 那个那个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我是甲方 是吧 对方是乙方吧 对 乙方的 他是乙方 但是甲方的DBA他都不干了 如果他 那他想着wind的 把这个DBA的那一块 也顺着 关联系 所有的那些 都可以 但是等于多了一个scope 我理解 多了一个 够大的这个scope 在想这样 大家怎么使用 就是那个 我是乙方 我为甲方提供服务 但是甲方的 DBA不干了 对不对 然后甲方希望我也 把这个工作拿下来 怎么拿 是吧 怎么做 大家怎么做呀 怎么做 大家怎么做呀 他就顺口说一下 他这个 这是真实的场景 这是真实的场景 说一下 大家怎么做呀 这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他也是想跟你正常沟通交流啊 其实我心里暗喜的 我是乙方 哎呦 DBA不干了 好啊 我呢 又多多多干点活啊 是吧 这bans来了 这是好事情啊 对不对 我是乙方 我只是证明说 我能接过来就行了 是吧 你DBA你看呀 多难呢 我们看不到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谁敢动啊 巨大的bans impact 但是呢 我只是表示哎呀 我们能接过来 是吧 虽然很困难啊 我们有这样的expertise 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更多的钱 哎就这样 是吧 那也会让你帮人接你 DBA 我知道 因为这个分别问题 就是甲方啊 一般对数据库比较敏感 嗯 那个确实是这样 那个不太 就是你让他看到你的那个Data 确实不太比比较那什么 呃 就这个看距离情况了 你像那个我们这个就美国那个同学吗 他跟我说 呃 其实他在面试的过程 但是面试的时候 其实它的系统很大 是吧 上万人的那种healthcare 但是它的IT并不这么大 那CAM怎么办 其实它就让第三方包了 第三方包了 像这种 像是微软partner来包 那这种东西 它肯定要砍到后代数据库 因为上次谈到 我跟大家谈到的一个case 不是让它要删除 它的CAM里面的数据吗 是不是 要archive的数据 然后把以前的删除掉 那个那怎么来做 那我们同学那天 他不在线上吗 我说说没关系 然后我打电话 他说杨老师 我现在要看 怎么来删除数据了 然后他把那个link都放在那 就是他要去删 把NVCAM删除数据 我就告诉他 不是让你删的 不是让你干这事的 你是BA 这个删数据 不是像你在这个实践 在做玩的时候 你随便到系统里面删 你在生产环境下 你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archive 整个删除 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过程 他有严格的这个policy 有严格的process 还有严格的这种技术的操作 是吧 所以这是一样 所以说我说 他给你布置这个任务 他是让你删除是一个需求 那他根源就是 你可能系统的这个storage 用得太大了 是吧 那你要看到 你要删除什么样的数据 什么期间的数据 对不对 要这数据删除 今天要受什么样的工作 等等等等 这是你BA做的事情 了解吗 对不对 要参与什么样的impact 等等等等 还有是不是要backup 等等等等 这个是你做的东西 做完之后 还有你的受众是谁 你会影响到什么人 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实际上把这个东西交给 那个微软的partner 让他们根据你的要求 他们来做solution 虽然数据删除并超出起来并不复杂 你啪就删掉了 但是在做这个删除的过程中 在一个生产环境下 它是非常的serious的 了解吧 所以说那个 现在肯定不是让我们那个同学自己删 肯定是肯定是做的走个这样 所以不要担心 其实你到工作里面 是要删除数据 不是让你去删的 你连权限都没有 了解吧 你BA怎么会有那个生产环境下的数据库的权限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 其实这算一个真实的case 就是他来这样的问题 但是他真正不是要你 就是他其实很多人问你的时候 他脑海里并没有解决方案 你知道吧 你像今天问你 问Wendy说你那个当机怎么办 你说这问题太大了 是吧 那你要最好的情况下什么呢 回答这种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experience 遇到过这个情况 就把那个case说出来就完了 把tell story就完了 如果你真的做过 你当然当机 是吧 他就说出来 我们当时当机了 怎么样怎么样 走一个参考 他就很高兴了 对不对 因为当机 他说当机有大规模当机 当机的规模 然后是impact的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 是吧 你很难去 一下子把它说得很透彻 给他一个solution 不是的 有的东西就是一个 一个交流沟通 给他一个hints 然后你怎么来做这样的事情 是吧 行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一个 我再还有一个 还有点时间 其实我们可以早点结束 但是我再给大家 在学习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个什么呀 不要钻牛角尖 我还是这样说的 知道吧 不要钻牛角尖 因为其实我也遇到 有我们同学来问我 一些问题 知道吧 我觉得 你要首先要看到一下 这个其实跟你做工作 跟你面试 拿到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特别细的 你比如那个 你就service 那个里面的resource 那个resource怎么管理 怎么build的它的resource 这种东西 去研究一下就完了 那个东西 你想你们面试求职 包括你以后工作 一用到的时候 再去研究它一下 是不是 根本跟你那个求职面试 没有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那个我觉得大家不要 而且那个东西花你很多时间 而且把你完全领偏了 你知道吗 完全领偏了 是吧 你看我跟他讲 讲了从来不讲那些东西 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 对大家价值不大 在我们视频里有 就在ok了 有概念就行了 是吧 你比如那个 比如那个press list 那种那种 那种 ad hot ad 那种 试试就完了 那种没有什么东西 是吧 但是你要是那个 画的东西在上面 我觉得可惜 可惜 因为我们的时间成本很高 是吧 我们就为了拿offer 而且是拿好的offer 不是做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因为没有价值 就是你在职场里面 也没有价值 因为它技术含量很低 是吧 要不你要至少 要技术含量很高 是真的业务 真的 business process 那是很高的 但是你在那个 CM给你提供的 只是一个fundamental的 一个业务 是吧 你那Source Pyplan 最简单 是一个lead qualify opportunity 最简单一个 实际上你在职场上 要真正要customize 它的 要build它 那才是真有价值 你要究竟那些东西 你去研究研究就透了 所以在对求职 大家没有太大的好处 是吧 面试也不会问到 你们这些问题的 不会的 没有一个面试会问到 我们这样的问题 是吧 所以说 大家 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 刀刃上 行吧 我觉得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了 大家如果说 请讲 我多么希望大家问我问题 杨老师 能听到吗 你说 请讲 Tom 你说吧 第一是 我是发现 CRM界面是不是有了更新 比如说原来的workplace 只有sales marketing 还有那个service 但现在多了三项新的 一个是什么power pack 一个是field service 还有一个project service 这三个是不是它新增加的 新增加的内容 然后那个就是 以后能不能给我们再归纳一下 行 这个 我上次其实讲过 因为我们这个课 就我们这个不是monitor来的 你可能没有来 其实那个 那时候我给大家讲过 这个新的一个界面 是吧 那个不是大的问题 因为你去到里面还是 还有一个 现在 现在这个dimexsum它在变 因为那个 现在你看它 它的变化 就是它在丰富它 不是说 所以说我们是 我们我们讲的是2015 是吧 足够用了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 2011很多还是2011的 还有一个 它现在有一个 其实要把 那个就是 它现在 我们sum是前端 是吧 那后面还有 微软 还有其他的dimex系列 包括纳维 是吧 包括纳维 as 它可能逐步的会放到云端 是吧 这个体系跟我们sum是分开的 了解 但是我会去 我以后如果它成熟了 我会去熟悉一下它的e-rp 是吧 那是另外一块 但是e-rp的系列和sum 还是我觉得还有差距 那边几乎要少一些 是吧 是这样的 好 另外杨老师 这个线上同学有几个问题 可以看一下 有吗 我我我我看一下啊 那非他们他们都留言了 留言了 OK 我看一下啊 OK 这个是什么发给我们 最好有参考答案 就面试问题是吧 面试问题里面没有答案 但是我会在上面都讲 然后我也希望那个 呃大家呢能吃米饮是吧 大家的一块来来探讨 因为在这个过程 大家就能吃个大家的思考 而不是把那个问题背下来 是吧 没有价值嘛 啊 那个到时候答案 那个问题我会发给大家啊 嗯 呃 答案到时候我都会讲 是吧 编辑是coding节的 对 鼓励用那个earlybund earlybund 鼓励反正是 是我 你你你 这个 鼓励用earlybund 为什么鼓励用earlybund 有这有说法吗 反正那个具体情况 具体那什么 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都可以用 earlybund 反正这个 大家有这个概念就行了 那你要标准化的话 你自己来定它的标准 我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earlybund和latebund之间 到底啊 在什么 它的一个应用环境是什么 是吧 Bug无数不在你是对的啊 嗯 然后找工作那个BA和CRM consulting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计算机编程基础职业发展方向 在策动哪个方面 我这个来回答你啊 CISSP和CRM有什么联系吗 OK 有个那个phone interview 问怎么处理troubleshooting 应该怎么回答的好 然后 how to communicate between two apps 哦 这个好了 我们最后面问的问题挺好的啊 那个我们先到先到这个刚好我们还有点时间 那个谢谢啊 Tommy提醒我 因为我讲起来就没有去看这下面的东西 找工作BA和CRM的consulting有什么区别 没有计算机编程基础职业发展方向测动在哪方面怎么来 大家有什么区别呢 BA和consulting 嗯 嗯 对 BABA是面向业务的 然后他那个他现在我再给他讲到BA是什么东西啊 BA就是我们都说bridge啊 业务和那个IT实施的 BA是肯定是IT团队的 你就这样吧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他相信他的眼睛 相当于这个这个IT engineer团队的眼睛 就是他来把那个需求从从用户那抓取出来 然后形成specification 有了这个specification 我们的IT团队才能做事情的 如果没有了BA IT团队我告诉你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了解吧 这个因为我们同学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来了解这个过程 来了解这个说法 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你毕竟你说我一个朋友说我现在比较 他要开家公司 他要开家公司 他说哎呀我就做个网站 他是用户嘛 我就做个网站 那个然后他就让那个做网站 我就做个网站 这个这个终端用户的一个需求 大家说做个网站这是需求吗 但是用户他就会这样说的了解吗 他就说我要做个网站 这个做网站跟需求差了十万八千里知道吗 你想想你做网站有多少东西它的layout 它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的内容 然后有多少板块 然后它是不是有上下游等等 这跟要做一个网站这样一个topic 它是不是太远太远了 但是好吧 我告诉你我们的user就是包括我们的朋友 他就觉得这就是需求 知道了吧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这就是需求 我说你那叫啥需求啊 你就是画出个图来那就不叫需求 那你比如我是一个做网站的 然后这边是那个我那朋友要做网站 他要求做网站 那边是做网站 做网站的能做吗 系都没有 你要做个网站 做什么网站 多大的网站 用户是多少 有performance吗 你是自己hose还是云端等等 这这这这是不是差太远了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谁来做呢 谁来把它整理起来真正要什么BA 是不是啊 就BA 这就是BA IT就是做实施的 BA做这些事情 看到了吧 所以BA你看到了吗 他要 他有业务的 了解业务 是不是啊 他得了解他真正要做什么 而且他还了解技术 他得了解IT项目怎么实施的 那你说是不是 user跟这个 跟这个我们做网站 他们家没得到交流啊 这个时候我要做个网站 他说你网站啥东西啊 什么网站啊 所以BA就是做这事情 所以BA是一个bridge 一个一个眼睛吧 他们说consultant的是什么呢 consultant的是这样一个位置 BA很明确吧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啊 consultant的做什么呢 consultant的就是顾问 顾问这个是不是很虚啊 你这个很大呀 你可以做technical顾问 你可以做业务的顾问 你可以做业务的顾问 你可以做业务流程优化的顾问 你可以做ETL的顾问 对不对 你可以做BI的顾问 你可以做CRM migration的顾问 是不是啊 好吧 所以了解了解吧 所以顾问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title 在顾问里面 你不是说你都能做 但是你的背景上面 你可能做某一方面的技术加业务 都有可能 你比如有的企业要上DG marketing DG marketing 现在我跟多大在讲DG marketing 其实这个概念 大家很多都不知道 什么叫DG marketing 什么叫DG marketing 什么叫设置按针的优化 什么叫continent marketing 我敢说大家都不知道 是不是 这些东西都不知道 什么叫youth experience 可以try 那这个 那这个 你比如我现在 我叫CRM的DG marketing 对吗 因为它有这方面的背景 那么是不是 那你说这个顾问 是不是可以做BA 也可以做BA 是不是 所以顾问这个层面 就比较的虚范 了解吧 但是顾问的最基本的背景 你对CRM本身很了解 你对CRM技术体系很了解 你有一些的业界的experience 对不对 你就可以做相应的顾问 对不对 它可以很好的balance 你的对业务的了解 对技术的了解 这是一个顾问 顾问嘛 对吧 那BA 你有可能 你在这个项目上 你这个顾问 就做的是BA的工作 了解吧 那在那个项目上 你这个顾问 有可能做的就是CRM migration的工作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这样的两职位 我不知道那个办 我跟你说清楚了吗 还有一个编程 我还是这样强调 在这里面 就在我们这个 我们的同学里面 只有developer 我们的职场 就是我们的target的position 是developer 才需要编程 知道吧 而且这个编程 我们不要求那么复杂的编程 其实就是plug in workflow 掌握JavaScript 掌握 这个是这样 那你要做CMBI的developer 你可能了解SQL 是吧 query 然后了解table等等等等 知道吧 所以说编程 就像你 你上面提到的编程 是program language 编程 我们只有developer 就是做CRM developer 我们才需要 好 然后那个CISP和CM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那这两个没关系 那个 当然CRM里面 security model 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也是很重的 但是这个跟CISP不一样 是吧 那那个CM跟什么是不可分割的 跟我们数据 所以我再给大家讲 CM是面向业务 CM里面包括了大量的数据 因为你在做CM设计的时候 DATA model非常重要 所以你掌握CM体系 你需要掌握CRM和数据 这是这样的 了解吧 所以CRM本身跟CISP没关系 不要去 这个两个没有 没有关系 但是CRM跟数据 一定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给大家 做那个路线图 大家肯定都有 你需要了解SQL 你需要了解SQL TSQL 你需要了解ETL 你需要了解OLTV OLAP 你需要了解ETL 你需要了解BI 是吧 但是这个了解是有权重的 不是说你要钻进去 是吧 有概念 有个体系 能把它放到你CRM 整个体系的一部分 就可以了 是吧 有个凤凤特问 有问怎么处理 那个chop-shooting 应该怎么回答 怎么处理chop-shooting 对 chop-shooting怎么做呀 对 对 guether information 然后那个get detail 然后呢 communication 然后排除是吧 排除 大家还有一些hints 首先什么是chop-shooting trips-shooting 找问题解决问题 是吧 然后避免以后 这种问题的发生 是吧 然后把他那个东西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走 是不是 就是trips-shooting 所以说最简单 找问题解决问题 就trips-shooting 那他问你 刚才问你怎么trips-shooting 这个问题 就封印的朋友 怎么处理trips-shooting 这个东西就像 其实这个不光是软件的问题了 不光是IT问题 任何问题 你家里那个冰箱坏了 你怎么处理trips-shooting 就是这个解决的问题 你怎么就出问题了 怎么解决它 怎么解决它 那个 trips-shooting 他已经report 他已经来了 就report给你了 你来trips-shooting 就你怎么来做trips-shooting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其实这个发现问题 这个发现问题 有几种方式 trips-shooting 发现问题 对不对 一个是你能发现它的coots 有的问题你发现不了 对吗 都能发现问题的do the cost 所以说在这个发现问题的过程 就是reported 就是在重现这个trips-shooting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有的也重现不了 那Vandy怎么办 重现不了怎么办 不是每个异修都能重现的 error message 看error message 是吧 看那个all log 这次最后一次 那个发生了 然后你又做了什么 对对 就是那一种 人物的权限 嗯嗯 可是他同事之间 就是关心不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最高的武林 他有个人去看他那个权权 一条一条队也看不完 但是我没办法 我们把那个人再靠队这样去过来把他删掉 就好了 就好了 对 你要那个 去找到的问题找不到 对有的是你能找到有的找不到有的找不到你 所以这个确实 我告诉你川普说定他就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紧密的 首先大的框框我们要知道找到问题 重现问题 找到问题的根源 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workaround 反正你就要解决问题 当然Mite你是彻底的那个 从根解决 还是你workaround的跳过去 是吧 这期视频查不设定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具体有个case 那就另外一回事 你不同的case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是不是 但是一般的我们最强调root cost 老是强调你root cost是什么 那个Vandia在职场中那个比如是 测试团队发现出的cost还是 代物团队发现出的cost 测试团队首先要判断他到底是 他用他自己的knowledge 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测试团队还能 初步了解 初步能够判断一下到底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测试权限 他可以去 重现问题 要测试 问题重现不了怎么办 因为那个大家那个Vandia 他对是测试的experty 那重现不了怎么办 我就想你就在实际的这个过程中 问题是你们发现了 然后问题然后你比如你发 把这个问题 你就是你测试团队都可以不一定能重现 知道吧 因为你测试给了代物团队 他也他重现不了他气死了 他说这不是bug 对吧 但是你们有考评是吧 每次要相信 所以但是你要那如果代物不能重现 你要帮助他们重现 这developer不能重现你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川普说的确实很挺挺的这个问题很大有的能能能有的问题 你buck就解决了找到问题根源查布输定找到问题要给解决了 有的你有workaround的就是你跳过去是吧 至少能避免这种事发生 但是呢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你最好的就是那个那个那个你不能重现是吧 你可能要判定了就hold了 有的地方因为你就一直不能重现嘛 你怎么办呢 像刚才那个你谈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这个用户怎么就不行 但是你把它删掉重新建议就行了 那像这种问题你不知道他边缘你就不知道他root cost 那这就是一个就是反正解决他了是吧 我就说知其然不用知其所以然 这就是IT啊 我那是上次讲做IT 知其然不用知其所以然你解决问题 that's ok 是不是 但是呢按照那个engineer就excellent 他一般要有root cost repeal 然后作为一个知识库放的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在IT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什么事情都发生 是吧 反正 对对对对 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说你在这个troubleshooting这边给他几个这样的一个hints就行了 他就知道你有这样的sense 是不是 好了那个communication to apps is its API 这个还不是API调用 这个问题就是两个app之间他们的沟通不是API调用 了解吧 两个云端的那个app之间的调用 一般是他们之间的调用 它有很多那种communication model 然后用用那种 就在云端有这种 ESB Enterprise service bus 包括这种 这种Q 等等 它有很多这种communication的沟通的机制 知道吗 它叫messaging 就是app之间的沟通是通过message这种机制来沟通的 不是API的调用 啊 Alice我回答你问题了吧 就是app model不是API之间的调用 它是message 一般是通过message之间互相沟通的 你可以 那API是两个那个application在一个平台上是吧 它的沟通方式 API的调用你比如我们在系统内部是API的调用 SDK API的调用 你比如在SAM里面是不是啊 你开发你的那个前端和那个Sodan code是API的调用 但是你要想像两个app之间 他们之间就像我们两个个人之间 是不是我们之间交流沟通 我们采用统一的中文 然后我们采用比如谈的都是IT 谈的都是IT里面的BI 谈的BI的解决方案 我们这样来沟通交流 是吧 我们不 不是API的一个交流 所以说我们之间是一种message的机制 在那个云端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是message 是吧 用沟通之交流 两个app之间是message 然后app之内 就是一个app之内 有可能是API的交流吗 有可能是service bar 有可能是web service 都有可能是吧 哦 哦 都有可能 谢谢 嗯没问题 没问题 问一下message是不是就像一个platform 是的 比如说上那个大数据那个Yang 那个 是一个平台 对Yang是一个任务分布的一个平台 那个message就是你要可以想像就是很多呀 那个个体之间 他们交流沟通的一个framework 相当于framework 那个一般的message 是在Azure的platform 买service的 所以它相当于framework 知道吧 这样一个机制 了解吧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星期我们看拿到几个off 好吧 行 好 谢谢大家 哦 好